草剔精以死八神成魔 大蛇手下八截级三天王重生 这世界还有谁能阻挡呢 板其良挑战夏尔米被对方雷光球阵困住 强大的雷电爆炸让他痛苦不堪 竟感受到了一丝死亡气息 夏尔米全程轻松邪笑 护得双手高举 无数雷光球聚集 融合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能量球 向着板其良而去 再见了板其良 板其良一脸猙獰 他这一生遇到过无数强敌 八神庵草剔精特锐 从不曾败的这般难看 想不到面对一个女人 竟无还手之力 难道自己真的要死在这里吗 他一声呼吼 爆发出了自身最强能量 提气扎马 收拳仪器呵成 霸绝天地的一击必杀 天地霸黄泉迎着雷光球而去 另一边挑战克里斯的金家潘 情况更是危急 克里斯的子火比八神还要邪恶可怕 且拳脚招式快如闪电 将金家潘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金家潘格斗天赋 惊人为人正义从不统协 在信念的加持下 将隐藏实力爆发 竟突破了究极力量80% 绝招天地凤凰角震撼使出 克里斯为他的轻敌付出了代价 被瞬间无比的凤凰角踢得遍体瓶伤 看来要认真对待了 金家潘只觉眼前一闪 不知何时克里斯已出现在身后 手中食指尽力凝聚子火燃烧 暗黑大蛇替铺天盖地的袭来 他怎能使出草蹄精的绝技 实在令人费解 胜负不言而喻 金家潘惨然倒下 生死不明 同时倒下的还有板骑梁 天地霸皇权终是不敌雷电阵 大蛇手下的四天王 操控风的高尼茨 使用雷电的夏尔米 拥有烈火的克里斯 还有四大天王之首 大帝之主七家舍 除了大蛇 这世间没人是他的对手 大门五郎以卵击石 无疑是自寻死路 大门跪在地上陷入绝望 他的最强绝招 天地反地雷阵地狱极乐头 对七家舍完全没有作用 别说伤敌 就算让对方移动半分 也难以做到 七家舍不住冷笑 他早看出大门留有后手 大门快使出你最强绝招吧 别浪费我时间 千万不要有所保留 如果这招能让我觉得开心 我留你的全尸当作回报 大门缓缓起身说道 希望你不要后悔 七家舍果真拥有狂傲的资本 双臂一阵整个大地剧烈颤动 涌出了95%的暗黑力量 如一座大山横在大门的眼前 这种感觉 大门太熟悉了 高尼茨八神甚至好有草蹄精 谁不似一座大山 让他难以愉悦 他曾经不停地思考 不停地求证 如一座雕像一动不动 月月穿梭 风吹雨打 终于他对力量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 领悟了一招名为蓝之山的颈招 七家舍瞪大双眼 脸色大变 从他的身上竟嗅到了一丝恐惧 一瞬间刚气纵横 天地反转 七家舍仰面倒地 一脸不可思议 呼得身体一晃 被一股距力震得飞向半空 正是大门的后续连招地雷阵 大门双臂高举 接住下落的七家舍 连续蓝之山使出 这一击连同自身身体的力道 全部轰在了七家舍的身上 七家舍就如被轻松拿捏的玩具 任由大门暴摔不止 大门向来不喜抛头露面 很多人对他的实力并不了解 此刻越动越是癫狂 力量不断地激发 世上没有我不能移动的东西 何况只是你七家舍 看我最强蓝之山把你摔入地狱 七家舍被打的响声 传遍了整个大舍空间 克里斯夏尔米却并不心急相助 他们坚信胜利仍将属于七家舍 两道能量重重坠在了夏尔米身前 新的挑战者玛丽比利到了 玛丽手中一顶红色棒球帽 格外的显眼 那是特瑞的帽子 为何会在她的手中 连爵士蒙古板其良都已败贝 他们二人竟敢来挑战夏尔米了 从玛丽无比自信的神情来看 她似乎已有了必胜的把握 我们回到七家舍大门的战场 遭遇连续蓝之山的七家舍竟瞬间弹起 大门的力量的确强大 甚至超过了八阶级 但碰上了自己的大地之力 却全无作用 力量都被转移到了地面 七家舍双脚紧咬地面 一个发力跃到了大门头顶 大手一按一股力量 已注入了大门的身体 就这1%秒的停顿足够了 七家舍锁住大门的后颈将其按捣 贴着地面急速地滑行 大地乃是他的力量支援 连续数十下重击后 最后一击直接将大门 整个身体按住了地面 这场越级挑战 大门终究还是败了 板齐梁金家潘大门相继倒下 特瑞重伤 还有谁能拯救世界 使吹真无神月千鹤 同时一阵大喜若狂 一股无比熟悉的气息逼近了 周身燃着一股烈火 落在了身旁 本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拳皇中最般配的一对恋人 那一定是特瑞玛丽 两人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玛丽身处黑道 与一身正气的特瑞 自然成了敌对方 二人初次相见 玛丽便对特瑞一见钟情 但身份立场不同 恶斗仍是无法避免的 玛丽格斗天赋惊人 乃是八级门的嫡系传人 纵横黑道多年未尝一败 可面对特瑞的能量喷泉 仍是不敌 玛丽能感受到 对方手下留情 心中感激 对这名实力强大的男人 更是爱慕 他本就性格之爽 当场就表达了爱意 若是自己改邪归正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特瑞微微一笑 头也不回 走出一段后 将自己的帽子向后抛出 这顶帽子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今天我放你一码 你欠我个人请 下次见面 你要替我办事 玛丽难言喜悦 一直将帽子珍藏 这是她的一份回应 经常看着帽子傻笑 她不断打听着特瑞的下落 每次听到她的故事 心中总是泛起一丝连衣 跟随激盾 组办全黄九七大赛 主要也是为了见到爱人 回想比赛结束后 找到特瑞诉说爱意 今后永远跟随 怎料却接连遭遇意外 解除疯疤的八九杯定身后 玛丽历时搜寻特瑞的气息 等她赶到时 特瑞趴在地上 一动一动 身旁正是与她仇身四海 比利见玛丽神色不善 慌忙解释 她不是我打伤的 要杀她就要先解决 我不是你的对手 也没时间跟你纠缠 她就交给你处置吧 玛丽运气能量重重 拍在了特瑞的后背 特瑞喷出一口淤血 终于缓缓醒来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 明明心中爱及 面上却是一场冷漠 见特瑞平安后 转身就走 她本想掩饰内心的激动 怎料却被特瑞轻松看穿 特瑞神色严俊 还记得你我当初的诺言吗 你现在就去替我说是天国神族吧 玛丽震惊无比 没有接话 凭自己的能力 怎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特瑞无比自信 自己已领悟了 另一个层次的力量 那是八阶级 也没有达到的境界 这种力量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通过心灵去感受 玛丽正犹豫间 特瑞一大口鲜血喷出 见得她满面皆是 她的伤势太重 短期内无法恢复 别管我如果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答应我的请求 去帮我消灭天国神族 玛丽泪水流下 她感受到了特瑞的决心勇气 为了爱人 再难也要一搏 玛丽强悍的实力 让夏儿米比例震惊无比 她的力量似乎不再局限于 纠集力量 而是一个更加超凡的境界 她要用自己的能量 实现特瑞的理想 守护这个世界的和平 这招必杀季玛丽台风 以超音速的撞击力 将夏儿米撞到半空 每一击至少都有 90%以上的纠集力量 不止力量 玛丽的信念也从未如此坚定 为了特瑞 她甘心付出一切 半空中 双腿夹住夏儿米的颈部 身体倒转 就要使出终极奥义玛丽玫瑰 夏儿米的性命即将终结 脸上却挂着一丝笑容 随着她的死亡 四周巨石爆破 雷电机射天崩地裂 能量冲破了大舍空间 被吸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玛丽不敢停留 就下昏迷倒地的板气梁 朝着追拳虫 与七家社的战场奔去 联合神月千鹤大战 克里斯的真吴浑身一震 她感受到了一股 无比熟悉的气息逐渐逼近 克里斯也感受到了威亚 手中的紫颜忽明忽暗 冷汗直流而下 嗖的一声一响 一团身影斜着烈火 坠入了擂台 使吹真吴热泪盈眶 激动不已 她就知道师父不可能轻易死去 草蹄精拍着她的肩膀温延勉力 这个徒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神月仙鹤也是难掩激动 叮嘱师徒二人不忙叙旧 就先合力将克里斯解决 草蹄精双手烈火生腾 对付她我一个人就够了 克里斯愤怒不已 手中紫火猛烈燃烧 爆发了97%的暗黑力量 向草蹄精示威 草蹄精 你以为你是谁 草蹄精神色淡然 烈火向来是光明正义的象征 不应属于邪恶 她指尖的赤火虽没有对手的巨大 却异常耀眼 正义的光辉 射得克里斯不敢直视 超大蛇蹄 与暗黑大蛇蹄的碰撞 正是光明与黑暗的较量 谁胜谁负 暂且不谈 草蹄精又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 那日她被八神击杀 坠入修罗之门的岩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本已彻底死去的她 却幸运地与神月千和一世的八尺镜会合 八尺镜强大的神力 护住了草蹄精的身体 不被岩浆融化 再加上风巴巴酒杯 轰入地心 造成时光倒转 草蹄精将八神的紫岩赤热的岩浆 通过八尺镜全部吸收 强大的能量 使她奇迹般的起死回生 她能否力挽狂澜 就下整个世界呢 点个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